26号下午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抵达日本 准备参加27号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 抵达当天 贺锦丽先与日本首相安田文雄举行会谈 在此之前路透社报道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26号在空军2号上表示 贺锦丽将与岸田讨论在台湾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 这位官员还告诉记者 华盛顿欢迎日本增强军事实力和安全作用 27号贺锦丽还将与澳洲总理埃班尼斯会面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日本贸易政新机构公布的资料 这次随团访问的还有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28号贺锦丽将与日本半导体相关公司高层讨论晶片法案 29号贺锦丽还将前往韩国与韩国总统影席月举行双边会谈 除了强调美韩同盟北韩威胁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 扩大经济和技术伙伴关系 以及一系列区域和全球性问题 新唐人亚太电视领域堂张慈林综合报道